大家好,我是麦子轩的讲师,我叫马信鱼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第16讲 就是AD转换至VDD检测 我们现在是先用外部的ADC通道来讲一下 然后我们就讲一下我现在是用的A0通道 也就是P00讲 然后我们又把它设置成输出的一个模式 在程序里面我已经设置了 然后我这里就是讲一下怎么去踩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配置ADCounter3的配置 这里就是选一个就是什么 我把它定成1.25V的一个基准电压 我就把它设置成这个样子 因为它是怎么选的呢 在一个那个ADC里面 它就是有一个计存器的一个操作 就有一个计存器操作 还没 就是说00的话 就是选择内部的一个1.21.25V的一个参考电压 所以就把它给00 这里是位啊 两个位啊 但是就是说你和上它的话 它就不会改变其他的位 你只要把它之前的位改了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 64 64分那个的话就是一个就是7位7位的一个位数 就是64的充取率就是7位 9位10位12位 然后这里就是选择ADC的一个零角 零通道吧 然后这里就等待转换结束 然后就把它低位的 然后又以两个 然后就把然后再和上一个高位的 然后再以6位 这就等它的一个G的个数 然后返回它的一个个数值 返回这个以后呢 我们再来计算 参考啊这些什么就不说了 因为刚刚上级讲的一样的 然后初始化这些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我就讲一下 为什么这里 这里要乘以25乘以8呢 因为它返回的是一个当前的那个值 然后这个值是以1.25伏为基准呢 那么我就是 它应该是1.2伏除以27次方嘛 因为是7位 我们选的7位嘛 刚好是这个嘛 然后再乘以CODE 然后刚好是它的值 我放大10倍 我觉得好算一点 方便后面除以10 除以27这种 然后这里就 就是放大10倍 放大10倍 我说12.5 除以2的7次方 然后两边再乘以2 相对于下面除以2的8次方 是不是相当于右移 因为往右移嘛 就是除以2嘛 除的2的8次方就是往右移8个嘛 然后这里刚好 上面再乘一个2的话 就刚好是25嘛 所以就等这个值嘛 我等这个值以后 我们就是就把它已经放到10倍了 10倍了以后 我除以10是不是 取整数部分 是刚好是不是它的整日 刚才那个小数点的整数位 是不是 然后再来一个小数点的这里 然后把那个除10取一 然后是不是刚才小数点 小数点那个后面那个位 刚好是这个位 然后我们再把它 发回到那个 嗯 串口上去 因为我们这个buffer定的是5个 这里就我就直接写5了 但是你也可以用一个求那个 嗯 buffer的一个大小的一个那个 state of r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函数来求它的大小 然后放在这里来就可以 然后我这里的话是时钟在检测指令 就是a 如果输入a的话我就 踩一次 然后发一次 踩一次 发一次 那么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已经编译过了 我现在就自己写 这里写a 因为一直在打开 a2520的那个串口 伯克对吗 哦 是不是发个a 他就会踩回一个数据 发个a就是踩一下电压回来 当前这里踩的都是3.1V 因为我上面的P0刚好是连的VC 它7位嘛 可能测的也有点偏差吧 偏差个0.7V 嗯 002V 看每次踩回来都是一样的 还挺稳定的 然后当然大家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踩 因为它这里直接可以把它设置成 那个ADC的通道 那么这里的通道的话 我现在是采用的第一个通道嘛 当然你可以单次单次选 就是单个通道转换的时候 你可以选其中任一个通道 也可以选0到1啊 1 2到3啊 3 4到5啊 这些都可以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你可以选这种就是VDD的 乘以3的V的作为输入的 那么你选择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改就可以了 就在这个地方 马上马上再获上一个3.3V的那个 那个地方呢 就可以了 他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后面那个就是零F呗 你就把它改成什么什么 零F把零F和上去就行了 因为零零的话是刚好这前面的东西 零F的话刚好 F F F 后面的四个F嘛 四个E嘛 这个就是一个F嘛 刚好我就把这个选上了嘛 他选上以后呢 他选上以后他的那个关系就是这样了 选上以后他踩到的电压你也是差不多那个算一算的样子 踩到的电压假设我写的是一个V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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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通过它转换的一个read电影的时候 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和这个函数是一样的,读回来的技术值 然后读回来的技术值,我收拾vd3的count 是不是也要乘以1.25 因为我选的是1.25的基准,除以2的7次吧 是吧,那我又可以把它放到10位 也是相当于vdd3count乘以25 除以8,那就等于vdd3的值 vdd3的值呢,我们取到这里的话呢 那么就要求再去求vdd啊 因为vdd刚好是它的3倍嘛 我就vdd直接的vdd3乘以3 升级3以后,我们就可以像后面一样的 因为我们把它在这里的话 已经放到了10倍了 放到10倍的话,我们就一样的和这里一样的 就是除以10,然后取整数部分 然后小数点,再除10取余,然后取整小数部分 然后再那个,再给一个buff 然后的话就把那个buff划过来 就是踩到vdd的那个值 当然,我们这里的话 它的那个寄存器 还有一些选择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可以 用震电压作为参考 嗯,就是就是踩嘛 踩震电压参考嘛 然后可以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来踩 那么我们就对应的那个地方把它选择过来就行了 所以就选择过来就可以了 我就是把那个刚才0f 把那个刚才0 什么 对应的这个 爱情字的这个就可以了 那就选择温度的 选择温度以后就然后就采集一样的 可以有一个counter counter,然后你看你以什么基准 然后它的一个抽取率 比如基准电压VNREF 再出以它的一个基准 就是add n次方 然后再参与它的个数 刚好就等它的那个值 然后再把它换算 把这个通过这个电压值 啊,再换算成相应的温度一个 一个换算 然后换算过来 它就可以直接 就可以print4 或者窜口发送这个相应的温度值过去就行 那这个课的话就讲到这里吧 然后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下